只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状态 其实它的借贷是上等的多元 现在为了要来保护环境 状态局压力是特别在后边 来释放着草串的这种方法 以及如何利用在政治上 来充分电限出状态 再利用以及顺环经济的借贷 近日农作部的时候 台北方都会蓬黑胶膜 来放这些草以及保护土地 但是这其实上等没有状态 所以市府状态局就特别推出 用状态来作成草串 这样就让大家完备的诉求 也不太害到状态 使用到时来做覆盖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你要的一个目的 那相对未来的话 整个的耕种完了之后 这些稻草细枝又可以把它捡进去 其实都有很多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去避免使用到这些黑胶膜的部分 在今天市场要拿近的现状 跟随便做的製作操作 以及带着头部的感觉 所以看起来虽然没什么企业的状态 可是对着状态有最大的好处 未来市府也有可能 将草串的用在工地 让状态发生更大的隔壁 我在想说如果公务局 或者说我们水利局 有些工地 我们公家机关可以率先采用 这个废稻草来减少工地阳成 这个废稻草用过以后怎么办 我们还是可以再回收 再利用 这样就可以监察 一方面对环境比较優先 在工地里做工地 一旦尝尝过来 整个都可以车车 这样也不好 所以我想对这部分 市政府要率先做起 从我们自己市政府的工地 我们要用废稻草 相当以及比较环保的材质 来减少工地阳成 今天刚才发表超级的制作和应用 也特别是采用空拍机来 基杂冠杖的农地 因为现在第2个农座部 一起收冠完成 不过还有一些农民 有收冠后要收到的观念 所以也能套过这个版画 举后来完成基杂 同时也向农民选择净卡的观念 大草回收赞不赞 赞 基杂成怡于后边哭 彩虹布豆